你怎麼進來的 怎麼來的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還沒準備好啦 那是冰箱嗎 對耶 你先看到冰箱 我有時候用保養品之前 都覺得保養品溫溫的 我自己很怕變質 所以我就會把一個小冰箱在 這個是蠟燭附火及脆油 我跟你講用乳已經不流行了 現在一定要用油 我先用了這個之後呢 去買了同系列的另外一個 這個呢它比較像是 可能精華液的概念吧 聽說它還是有抗斑的作用 但我本身沒有什麼斑 但我自己覺得針對我自己的細紋 非常的有效 你的題目很跳動 這是我創造出的一個 外星人的角色叫做阿如 他的頭和身體是分開的 有什麼要拿出來 跟我們炫耀一下的嗎 有什麼好玩 這個也是我之前 腦波太弱買的 新小玩具 OK它其實是這個 刷具的清洗小道具 那個人也有用那個耶 歐書單系列的產品 它應該所有系列我都有用過 這一瓶 光翠激活鹿 它還有一個很美的名字喔 它叫星光亭 因為我拍戲啊 常常會熬夜 它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保養品 做一個混搭 我自己最想混搭的是 等一下 我找一下 蠟菊復活急萃霜 搭配我剛剛講那個星光瓶 它的效果完全加倍 驗一下 看看我的那個 真的可以嗎 可以啊盡量摸 摸囉 很光滑 很有彈力耶 桌上東西滿多的耶 就算小亂也是亂中有序 保養品化妝品啊 都是有分區的 那你覺得哪一罐最值得投資咧 像這個蠟菊復活急萃油 我就是可能會在晚上的時候 可能滴個三四滴 輕輕的這樣抹在臉上 然後可能會加一些簡單的按摩 每次要按完 我隔天的氣色都會比較好 我是滿建議可以搭配蠟菊復活急萃 使用後我覺得它是會讓皮膚比較透亮 有其他化妝的小配方嗎 如果皮膚比較乾的時候我要上妝 我可能就會滴個一朗滴在我的粉底裡面 有時候啊你是已經化完妝了 然後可能也覺得你的皮膚好像 感覺也有一點乾乾的化 滴個一朗滴一樣在手裡面 輕輕的就是搓一搓然後拍在臉上 它同時達到一個保養的效果之外呢 它也會有一種大量的效果 剛剛忙著看你的保養品 我發現你桌上也太多小丸子的東西了吧 我的窗頭還有更多小丸子的收藏品 你 prescribe os吧 你會讓我來吃吧 我們可以喝醉了這個兒子 我們該喝醉了一個大小丸子的飯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點點 把日子都放入酒 我們都可以喝醉了 我們不可以喝醉了 我們來喝醉了 我喝醉了